欢迎来到韩国留学通往 跟这个名词又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名词是没有这个变化的 对吧 可是我们这个动词呢 我们都说韩国的语是那个粘着语 它会是跟这个实质 或者是跟人称的结合是有变化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注意听我们的变化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单词什么呢 极大 极大是有很多的意思 是一个多义词 那么我们都说韩国的很多这个固有词 固有的动词都是有很多意思的多义词 那么在我们这个考试中 也经常会考到它的这个多样的意思 那我们在平时的积累中呢 一定要注意一下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极大 有什么样的意思呢 有这个做还有呢 盖配和这个露出的意思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什么呢 这个家是这个房子是怎么样的房子呢 我小的时候呢 我的父母呢 直接的亲自的怎么样呢 是我父母亲自盖的房子 那么呢 是盖房子的意思啊 可是这里呢 为什么把这个西游戏脱落掉了呢 我们说这个也是在我们动词中 非常非常有名的啊 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动词 那么它是一个西游戏的不规则 那么这个西游戏呢 在后面跟母音结合的时候呢 这个西要脱落掉的啊 比如说跟这个恩结合的时候呢啊 那么这个西游戏脱落掉 变成什么呢 变成这个 지은啊 지은 집이다 那么我们再读一遍 이 집은 내가 어렸을 때 우리 부모님이 직접 지은 집이다 这个 집을 짓다 一定要注意了 盖房子 那么第二个呢 눈 오는 날이라는 제목으로 글을 지어봅시다 那么 이这个下雪天의 제목 제목으로 이하의 뒷문은 글을 짓다 글을 짓다 写文章的意思啊 글을 지어봅시다 来写一写文章吧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 加这个 아오 봅시다 表示试着做一件事情的意思 那么这个 짓다呢 把西游戏脱落掉 对吧 지어봅시다 因为是跟母音结合的这个样子 所以要把这个西游戏脱落掉啊 这是一个不规则 一定要记住了 那么我们看下面还有什么呢 밥을 짓다 밥을 짓다 做饭啊 这里是做的意思 밥을 짓다 做饭 第二个呢 집을 짓다 跟这个一样 집을 짓다 盖房子的盖 那么还有什么呢 약을 짓다 配药 配药的意思啊 就是做这个药 약을 짓다 还有什么呢 싫을 짓다 那么 글을 짓다 문장을 짓다 是什么呢 做师啊 做师写文章的写的意思啊 这就是这个 짓다 非常多的意思 一定要注意积累一下 嗯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第二个是什么呢 챙기라 챙기라 是准备的意思 准备 还有呢 收起来的意思啊 我们先看第一个 サムツン은 집을 짓고서 고향으로 내려갔다 那么我们说 回故乡 说什么呢 내려갔다 去 因为故乡的一般都是在农村嘛 所以呢 从手啊 或者从这个主要城市呢 去农村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 내려갔다 这样的动词来说啊 那么サムツン サムツン是舅舅叔叔叔的意思 那么サムツン呢 짐 짐是什么呢 这个行李啊 짐 물 챙겨서 收拾好 带上这个行李呢 回到了故乡 这个意思 我们再来读一遍 サムツン的 짐을 챙겨서 고향으로 내려갔다 我们看下面的 혼자 살면 밥을 끓기 쉬우니까 국가로 밥 세기를 챙겨야 한다 那么 혼자 살면 혼자一个人 살다 生活的话 命 表示生活的话呢 밥을 끓기 밥을 끓다 끓다 什么意思 路 这个 过滤 错过的意思 那么呢 不吃饭 那么不吃饭 错过这个饭时间的 这样的事情呢 쉬우니까 쉽다 是容易 那么加这个 으니까 这个变成什么呢 变成呜了 这个呜 变成呜 쉬우니까 非常容易的 所以呢 고 一定 一定呢 一定呢 一天呢 要吃三餐 하루 밥 一天呢 三餐 밥 세기를 챙겨야 한다 我们说 三餐的这个餐呢 是什么 기 기呢 是一个量词 表示餐的意思 一餐 一餐 两餐呢 두 기 那么 하루 밥 세기 一天呢 吃三餐 就是用这个 기 来说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 챙기다 收拾好 准备 收起来 等等的 各种各样的意思了 我们先看 再看第二个 第三个是什么呢 낳다 낳다 아이를 낳다 生孩子的意思 生 那么等于什么呢 出生하다 和这个出产 出产的意思是一样的 看第一个 きゅうとんそが 어느 아침에 送はじる 낳다 那么きゅうとん 这个什么呢 养的 养过的这个牛呢 说是牛的意思 那么 오늘 아침에 今天早上怎么样呢 そがじる 낳았다 そがじる 낳았다 そがじる 낳았다 そがじるし小牛的意思 对吧 那么 そ是大牛 そがじるし小牛了 そがじる 낳았다 生出了这个小牛 那么下面呢 よじゃが 아이를 낳는 것은 つんまってたないりだ 那么 女人呢 生孩子这件事情呢 是非常了不起的 てたないだ 了不起的意思 那么呢 孩子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这个 动词第一节课 就讲到这里了 여러분 다음 시간에 만나요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感谢观看